明朝末年历经屠治的崇祯皇帝下令裁撤了全国原有的驿战系统 原本在陕西当一族李自成突然失业失去生计 而他最终推翻了大明王朝崇祯 为了节省区区几十万两白银却丢了天下的事情沦为笑柄 但历史的进程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崇祯旗时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在他之前明朝至少两次裁撤过驿战系统之前的嘉靖皇帝和万利都曾经干过 可人家都才出了余粮而只有崇祯才出了个李自成 这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明朝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一个明朝时期的西北驿站 模型要理解明朝皇帝对各地方驿站的态度 首先就要弄清楚这套系统的运营模式如国米仅仅把它看一个简单朴素的观影旅馆 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在明朝真正的驿站其实是一种豪华官方招待所 除了我们通常都知道的邮政和军事情抱传地用途外也承担着很多其他职能 按照当时的规定大部分驿站都拥有二进甚至三进的院子载主要的交通要到上朝廷 经常有一官员的服务的驿站其居住条件不会比当地地方官的 住所差明朝时的驿站有严格的设计和建造标准 一座明朝翼站至少拥有大门、鼓楼、中门、前后厅、左右厢房、厨房、库房、马房、一城窄等设施 大部分标准的驿站有时间供官员居住的上房 二时间供来往差役居住的二房或者厢房可同时接待几十名宾客入住 同时这些驿站还设有自己的一城窄合办 公室当然也就要有配套的厨房和马厩 还必须配洗马夫、离夫、布夫、管夫、库夫、斗吉、房夫、厨夫等管理和服务人员驿站内 必须有供他们居住的大通铺房 甚至还有未备用的舱、库和零食监狱工各类官员使用所以明朝时候的驿站 就像今天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一样遍布在全国的交通路线 尚未全国的体制内人员提供免费服务及服务项目 则比今天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还更为悬面一些大名在全国 各地都建立了数量不等 得以占承担职门各级官员 是驿站制度的直接受益人名朝一站的服务职责 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住宿服务 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 不仅有下用者的配套设施还要供应全部的服务人员车马供应 以后来诞生了李自成的陕西驿站 情况 威力西安亦有常备的马27匹 鱼石头 拉车的牛若干 大车若干 如果这些还嫌不够 就可以交上百名利组等着献出自己的肩膀 毕竟这些底层观力比起罗马来说更能够吃苦耐劳 最后还有铝费供应 这点恐怕是现代人最无法理解的服务项目 官员们住驿站不但不花钱 还能反过来从驿站里拿钱在当时有步 少官差到驿站住宿走时 都要以各种名义 所要银子 毕竟驿站并不能覆盖所有区域 而半差人的吃喝拉撒睡 却是一刻也不能停歇的 如果不给那么一族 甚至一程挨打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明朝驿站的职能 远非提供交通和住宿 会议的运营模式 一座设施完善的驿站 往往需要当地人的努力奉献 如果仅仅是不断被人勒索 法地驿站系统可能不会成为数次裁撤的目标 但更要命的是这些星罗密布的驿站 不仅不是用市场化方式运营的 也不是靠国家拨款养活 而每个驿站主要靠地方官府直接 向民间攀派用当地人的额外共赋来养活 也就是说驿站的日程运营维持 都在基层官吏和基层百姓之间进行 没有上下级官府的监督 没有约定俗成的市场规范 所以实际要向百姓们收多收少 就是驿站官吏说了算 明朝驿站的马匹在150年 内时量增长 落五倍以上 就从每个驿站都要配备的马匹来说 驿站的马匹吃的不是草而是粮食 早在朱元璋时期 驿站的每匹马每年就需要当地工 因八十十粮食然而到了150年后的 明朝中西陕西华州的一匹马 每年居然需要422十粮 时而陕西当时的一浅更地 只能出产七十粮食 所以没养一匹一马 就需要十多户农民选 年的血汉所得 鉴于明朝人捉猎的一种技术 不可能加马匹培育成非洲像那样的体型 所以食料更不可能在150年 内藩五倍还 多这些多收的粮食 其实是被来往 于驿站的体制内人员和驿站工作人员 吃掉了驿站来往的很多官员 都是管理者惹不起的明朝中西以后力 制崩坏的速度大大加快 凡是和体制 有些关系的人都可以开介绍信到驿站住宿和室 用车马好处不仅是免费 甚至可以反过来向驿站索要路费 于是为了养活费用越来越大的驿站系统 内官员就只有向民间摊派越来越多的费用 至于摊派 多摊派尚完全看官员的个人良心 其中就有一成在孝敬善官逢迎开始以外 还能积攒起千两家才明眼 人都看得出来如果不抬撤驿站 最后被驿站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 迟早会造反驿站的 军事情报传递功能在明朝被大大弱化 历次抬撤加进皇帝时 明朝就不得不开始抬撤驿站系统 在当时其实也有很多朝廷官员 看到了这个问题 持午58年 嘉靖皇帝在为朝廷就计划 把全国驿站规模 才减掉30%到50 所节省的钱粮一半冲坐军费 但在执行上还是出了问题 地方官府确实减少了驿站的 经费但驿站的负担 却并未减少来往官吏 门赵亚在驿站里大吃大喝 还要用车用马鱼 是全国驿站的工作人员 开始闹大工 或者干脆弃职逃跑 由于驿站本身也承担着消息 传递职能后果就比较严重 例如 当温扣习破福建新华城后 十万火急的消息 却尴尬了一个多月 才送到北京不得已之下 这次抬撤改革 但五年后宣布失败一切 回到了原来的 轨道上张居正的确曾有效遏制 驿站的不良发展到了持午 76年张居正大权独揽 也开始拿异症下手 但他并未从节省开支的角度 来强行归电台 减比利而是从先制官员特权 着手他主持送不严格的调令 打扮了违规官员几十元病 有多名官员被降职和革职 其中还包括了孔夫子后裔和黄兴国妻 此外张居正并没有 规定抬减经费的硬性指标 而是抓住了官员特权 这一要害下手 还把改革议证直接 连入到各地省级一把手 的考核内容最后成功的把 全国议证花费缩减了30%以上 节省了近百万两百银 为民众减少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可为是官员特权受损 而国家财政和民众得益但他在1582年 病逝后一切又顾忌重演重 真登场崇祯的改革最后快死了 他自己最后在1629年 19岁的崇祯皇帝也开始议政改 格提攻击力的他可没有张居正等人的耐心 只希望以一揽子的大刀或腹力 干剑影的解决问题 所以他的手段与张居正有两大区别 张居正的议政改革 着远点是减轻民众的负担 节省了上百万两名字 却只是附带的好 楚儿童真身为天子却只是盯着这一阵改革 所得的几十万两白银下手 所以他默许了 官吏们对民间的摊派不过要求官吏们 把这笔资金的一大部分上交易 用于军费此外从 真在改革执行上 操之过急 缺乏耐心他一刀切 和命令裁减全国一战规模的60% 加进和张居正的改革 都是徐徐进行耗时数年重真的 改革却要各地在几个月内强行 完成重真的改革 让两万亿足当及失业 于是在他的改革进行仅仅数月之后 陕西盐川义的一名教育族就失业 当时他的名字还无人问津 几年后 却成为了让重真头疼 不已的李自成 但为什么重真手先要拿陕西来开刀呢 原来 明代的陕西不正式 比今天的陕西省面积要大 其中还包括了今天甘肃和宁夏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陕北和陕南 在气候与降水量方面区别很 大北部地区的平均气温 在宁末可能只有5到6度陕北于林地区 在现代的年降雨量也指有350毫米左右 而距离西北灾荒时 记载明代陕西的旱灾发生率为1.71 大致是三年二旦 所以我们大胆推测 在明代某些旱灾严重的年份 陕北的年降雨量可能低于300毫米 而现代沙漠的年降雨量标准是低于250毫米大明朝的陕西省地图 闯王养成陕西的特殊环境 早就了闯王 由于旱灾和寒冷 陕北属于明朝北方人口最稀少的地区 当时陕西人口风值约为615万人 超过七成 集中在关中和陕西南部仅仅西埃府 就集中了全省民铺的60% 而陕北地区只有不到三成人口密度 可能低于每平方公里十人和今天的青海西藏相似 但即使如此 陕北的土地还是养不活人 因为旱灾频繁造成粮食出产部 稳定还要承担边境地区 过重的摇曳和税收负担流民问题 在李自成之前就非常严重 在万历年间延安府米之县的农民 就曾经逃亡大坝米之县制 曾经记载十三历之民 再者仅于巴里 考虑到明朝以110户 卫衣里也就意味着逃亡人口 占到明户的85%长期存在的流民大军 为皇位落草乘客的李自成早早准备好了 充足兵原明朝 一直在贫瘠的陕西驻扎大量 军队此外由于明朝一直面临北方蒙古人的威胁陕西 长期都是朝廷的边防重地 当地驻扎了重兵陕西的军户就约有15万户驻军人数 大致在20万左右明朝中期后军队逐步转为募兵 至于是所需的军饷 对陕西明户造成了更大的负担 这战一来 陕西的议战数量占比在全国偏高大明朝全 国有十分之一的议战都分布 在陕西由于地方偏僻每个议战之间 的距离往往相隔80到100 离不少到议战服务的民夫往往要扎短百里 所以陕西的议战在那个时代都被称为苦役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明朝中期后 全国的一族由人来的民间临时征派改 承议雇佣制到了明末陕西全省有约4万名职业 议夫他们完全靠议战工资养活 一旦失去工作没有了土地的他们除了落草为客外就 只有此路一条西北边军也饱受欠想之苦 1629年 崇祯的改革如一正狂方班挂刀陕西 一夜之间60%的一族也就是超过2万人 忽然失业李自成就这样加入了失业大军他因此还不起债 只能在债杀了债主后跑到边军中谋生 谁知道崇祯将大部分军饷都丢到了辽东地区 造成了西北边军欠想已经杀过人的 李自成变在没有心理负担 是很快杀官华便正式转变 著名讨扣这些由一族或者边军变成的叛军骨干 不仅有组织和军事技能 还懂得朝廷和军队运作情况 于是很快河闪西当地存在的数十万流民集团 结合很多人成为流民集团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明末 在大起义从此无法遏制崇祯的改革 直接给起义者开了绿灯 何况即便没有李自成者 个人其他两万个有相似经历的一族都可能站出来 承担类似决策历史的进程在某些街 但往往已经不能依靠细节修正来改变选举而完 就这样了 再次输了 再次输入屏幕 将军军的赛事从此更为了 组织和律丝 第一次输入屏幕 将军军的赛事件 再次输入屏幕